印度全印度技术教育委员会 AICT近日推出了一门课程 课程需要附属工程学院和大学 采用一本 名为Boretia Vidasar的教材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 该教材提到在几千年前的印度费驼时代 公元前1500到500年 印度就已拥有了航空学 电池学和种艺学的现代巴名 据报道 在大学中推行的这门选修个 名为印度知识系统 Indian Knowledge Systems 课程凑中印度的哲学 预言和传统艺术 以及瑜伽和现代科学世界观的印度视角 教材中还有神话与现实的部分 神话部分写道 人们相信飞机是莱特兄弟在1903年发明的 现实部分则写道 在费驼时代 Mahashi Bradwich写了一部叙事史诗 名为 Yentri Sivasit 这部叙事史诗中 明确说明印度在当时费驼时代 就已发明了飞机 教材作者写道 Yentri Sivasit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但根据我们的多方了解 可以相信在费驼时代飞机是存在的 这本书还教电力和电池的发明 也归功于古代印度科学家 指出早在牛顿出生的数千年前 印度就有很多很多史诗 是关于万有引力的 这可以在书籍 Rigveder中找到证据 一位太用心 教材上课但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老师 趁着本书中提出的概念是事实 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古代的科学知识 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学习英国人是如何发明东西的 因为他们统治了我们数百年 现在是学后改变这些事情了 我们希望通过这门课做出改变 有消息指出 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 HRD最终开版决定将这门课程引入大学 HRD副部长萨迪亚哈尔金格 Saudi Opposing 一直声称人类第一架飞行器 是由印度学者西弗塔尔巴布吉塔尔哈德 Shivka 达布吉塔尔巴德 所发明 拉加斯坦邦教育部长瓦苏德夫德拉纳尼也一直认为 万有引力定律 是由印度天文学家 Ramagut Araya 提出的 Fairy follows 继续 明